臺灣多雨卻經常缺水 美人平均分配到的可用水量極少 依照國際標準值 美人每天合理的用水量是250公升 也就是416瓶超商況泉水 若以一天的居家用水來算 相當於刷牙洗臉3分鐘 淋浴6分鐘 洗菜煮飯8分鐘 洗衣0.7公斤 一天如測5次 但根據水利數統計 臺灣去年美人每天生活用水量高達274公升 足足多額標準值24公升 等於你每天浪費了40瓶礦泉水 以台水的供水人口數來看 全台每年就浪費了一座十門水庫的蓄水量 再以去年平均水價一度10.96元去算 相當於每年多花17億458萬3337元 這樣的水你浪費得起嗎 這裡給提升 超級光聰比